你跟我回家 回什么家 当然是老家了 吃饭 好 试试 sa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今天有OL主题排队 丁小柔 你这么早把我们约过来 还冲成这样搞什么 别提了 我妈以为我天天去公司打开上班的 那也不用巴脸吧 我妈早上六点就起来打扫为什么 你就跟阿姨说你是偶尔兼职 不用天天做班就好了 你明白什么是代工吗 在我母后大人的心里 如果天天不做班的工作 那就是不务正业 而我在她心里已经非常不务正业了 而且昨天晚上 我的母后大人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让我跟她回老家 什么 大姐啊 大姐 大姐 怎么了 这个呢 要丢在这个垃圾桶里头 你看到这个没有 这是可以回收的 来来来 我帮你啊 这个呢就可以扔这儿 谢谢 不客气 我真的打仗还要上班呢 我真的打仗还要上班呢 阿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啊 同学 慢点 不劳你费心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是碰瓷的吗 不用了 我送你吧 好 这车不少钱吧 还行 开着她是吗 开着她 阿姨您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家小柔 好 善良 心意而好 哄她上那个什么节目 这钱不就这么赚来的吗 唯利是图 阿姨 我们的节目绝对没有半点恶意 打住 干你们这行的说起 到底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别打给她了 小柔说了今天公司很忙 一点小伤别让她担心了 我给我同事打个电话 喂 阿珍 你们先开会 我处理点私事 拜拜 放心 没事 就是点皮外伤 擦点药膏啊就好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大夫 都说了没事 一定要来医院 阿姨 身体是大事 谨慎一点没有坏事 持续 萨子 阿姨 你 你谁啊 是我 南莎莎 让我看看 这身衣服真精神啊 那个 这个单位也不错 小丫头有出息了呀 阿姨 您快别夸我了 我听小柔说您来了 原本想说去看看您 没想到在这儿给碰上了 不过阿姨 您怎么来这儿的 我刚刚被小星磕了一下 那小伙子非说让我到医院来 刚和医生都说没事了 对吧 没什么大碍 你千万别告诉小柔 真没事吗 没事 蓝医生 手续要开始了 马上过去 阿姨 您这次来 可得多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请您吃好吃的 好嘞 赶紧去忙啊 吃饭 帮我好好招待阿姨啊 好嘞 阿姨 走了 好嘞 好嘞